不是那听这话的意思就很明显了 您的父母当初是坚决反对的吧 对 坚决反对 尤其是我母亲比较激烈 当时呢 我母亲就大吵大闹 然后冲着赵强国呢 就开始指责赵强国 你的措辞是指责 其实就是骂的吧 是的 那强国那时候怎么办呢 未来的丈母娘 这心理上接受不了啊 要破口大骂 你怎么办 因为我只有去听着老人的心情 我是能理解的 像我这样烧伤的人 他能把他的大姑娘女儿嫁给我 那不把他送过坑里了吗 所以说呢 所以你是很理解老人的 我非常理解老人 他说什么我就听着 你有没有当时想放弃过的念头呢 强国 我当时心里很复杂 但是陈元的态度非常坚决 当时我母亲看了我 将近半个月 看了他半个月 我走哪儿 他就跟着哪儿 你是一哭二闹三上吊 也不行 死活就是不同意 但元元你有没有吓唬姑娘妈妈 不行我就从楼上跳下去 那也不行 你都站楼边上了吗 不是我也不说了 我把我的女儿剁成肉 炼成灰 我也不再嫁给你 就是不同意嫁给赵强国 因为啥我们家属他小 娇生惯养 自己长得不愁 就心里怎么能看上这么一个面目 受伤受的这样事 别的反应没有 就是不同意 想起来就哭 行情就哭 越行得越圆 你说挺好 我姑娘找个对象 找个这样事就好 除了这个面容净毁的原因之外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 也让妈妈反对得这么激烈呢 因为吧 我是离过婚 我还有两个孩子 一个女孩 一个男孩 因为我前妻 在我受伤以后 家里又欠了很多外债 自己就走了 这也就意味着 远远如果嫁给你的话 他就得当后吗 那年她的两个孩子多大 一个五岁 一个十岁 都知道亲妈是谁 对 都懂事了 然后你要去给一个十岁的孩子 做后妈 你当时没多想想吗 对 我觉得除了孩子 还有你妈那一关 她接受吗 她不接受 当时结婚的时候 给我母亲打过电话了 但是母亲呢 还是非常坚决地反对 我记得我母亲当时说一句话 说只要你嫁给赵强国呢 那我们这个家 父母都跟你断绝关系 今年我们都没有进门 根本就不见哪 根本就不让登门 二位都结婚这么多年了 现在如何了 每个星期吧 赵强国都特别细心 每周的时候 都要给我母亲打电话 即使他不同意 说一些不好听的 也要打个电话 问候一下 关心一下 然后每个父亲节 母亲节啊 他都提前准备好礼物 给我母亲邮过去 所以七年之后吧 我母亲觉得 小果做的一点点的 已经做好了 而且对这个女儿 也非常不错 我们家也过得越来越好 也很幸福 所以我母亲吧 就一点点的也被感化了 后来呢 赵强国就给我父母 都结到哈尔滨来了 成年的孤儿确实好 从来没说是 老丈母娘怎么的 多人都妈长妈 爸都 现在看起来一定挺好的 老婆婆老公都拿得挺好的 像没嫁错人吧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他能接受我的时候 就是陈元又给我生了一对 双胞胎男孩 所以现在你们这个家庭 是四个孩子了 对 好多年过去了 你在这家庭 多长时间你俩结婚 01年结婚 我那两个双胞胎也 十五岁了 赵强国曾经说 如果这场大火的劫难 是为了让我认识陈元元 我觉得值 是啊 妻子的爱和陪伴 让见义勇为的英雄赵强国 开启了新的人生 而更可贵的是 他们夫妻还在将这份爱传播 传承 他们开办幼儿园 创建养老院 他们尽力让身边的世界 更温暖 这就是英雄 赵强国和陈元元 对我们非常好 他们俩很善良的 平时叫我们都叫爸爸妈妈 可怨情了 像自己儿女似的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